老天们,就在刚刚啊,三不出了 我们正走的时候,俄军除了有七八个坦克装甲对我们一顿扫射 我们中国人华人现在有一个中枪在医院 我们现在没问题,我们现在在南民营,在一个学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说一说中国的学生在乌克兰被俄军,被俄爹扫射的事情 节目开头的视频看到了,如果没看到,被油管吞了 那去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链接,视频下方链接 去我的配套的这个推特号上,看这个配套视频 总的来说,这事说大可大,说小可小 但是里边有几个小的这种点,我认为很有意思 跟大家简单聊两句 那听完之后,如果认同我的观点,欢迎订阅评论者 发点赞,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怎么回事呢,咱们三年两月带过,其实事件很简单 有一哥们在乌克兰录视频说,就带着哭腔 说我们刚才被俄军扫射了 有其他几个兄弟现在正在医院里边接受抢救 他们现在在难民营很安全 你从他,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的话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说的话不像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造假水平,尤其是视频的造假水平 你看看抖音上那些赖淇淇淋那些玩意儿知道了 他在造假水平没到这个程度 人家那种假设意验能看出来的 而这位老哥,你很明显透过视频你能看得出来 他这个满脸写满了惊慌 整个是语无伦次 你很明显 他又想说自己安全 又想表达惊讶 又想表达对于战友的 什么战友的担心 对朋友担心 对同伴担心 也想表达对于战争的恐惧 所以他这整个在视频当中 表达是一种语无伦次 整个画面都在晃 这个我认为是很 以中国的造假水平 这个心理角度来讲 是很难造假的 所以我认为 我判定这个事情为真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背后的一些想法 一些思路 首先我们说第一点 俄军扫射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刘维生也好 中国这些人也好 有错吗 这个话题有点挑战 有点敏感 有些人说了 难道你方秃子 难道也要替俄罗斯说话了吗 你不要脸了吗 你的立场在哪里 别着急 他们一步说 这个人有讲究 咱得实事求是 我们说战场上 跟外面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我们之前在中国和越南 打越战的时候 包括中国人民 所谓的人民自己内部 中国跟蒙古 中国跟草原上少数民族 包括中国自己的部队 古代 从古到今交战的时候 那种所谓的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 就纯粹都处在 只有歪歪里边有 你懂我意思吗 就根本就他娘的没有什么狗屁 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扯吧 老百姓可能就剩一针一线了 别扯那没用的 战争 尤其军队 能打仗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虎狼之师 什么叫虎狼 你见过虎狼乖乖的列的队 那叫虎狼吗 不是的 对不对 所以真正打仗的能打仗军队 军纪一定不好 而且战场本身就是一个 让纪律消失的地方 因为战场之上是没有法律的 别跟我说什么国际法 真打起来 除非你是幼儿园刚出来的 刚接触社会 村里刚通往 其他人都知道 对不对 战场上没有秩序 所以在战场上 你如何保障自己不受威胁呢 你如何保障自己 对吧 平安呢 很简单 除了是我自己身边穿的一样军服 并且我认识的友军 其他人都是我的敌人 所以当年中国在越战的时候 看见那小孩挺可怜 给小孩个糖啊 给小孩吃的 小孩笑着 从手后边掏出一个 已经拉开的手榴弹 这样例子多了 我都去了 这个背着那个背着那个 以前那个中国军队 做宣传也好怎么也好 跟越南打仗 背着越南的这个老太太 绝对没事 然后老太太黑黑笑着 趁着战士不注意 也是从哪掏出一颗手段来 用那个豁的就剩一颗牙 只能塞牙塞藕里边 那个一颗牙 把那个匣拉了 在战场上没有勇军 除了自己人之外 都是敌人 所以咱们得试试说 这视频里边 俄军扫射这个留学生 只要他认为你是敌人 只要是战场上 这一点上来说没问题 俄军的侵略是有问题的 在扫射这一点没问题 真正有问题的是什么 恰恰相反 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觉得说被额爹扫射 会觉得很惊讶 很惊恐 很愤怒 这一点我们恰恰是一个拿来说说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个道理 对不对 刚才我说的这个 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 换一个角色 不是其他国家 在战场上 平民上上战场 被敌人发现了 然后扫射 你觉得正常吗 在战场上 可能不对 可能不符合道义 但是它是正常的 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 一说额爹扫射自己 就特别委屈 特别不敢相信 特别愤怒 对 说起来了 这哥们的视频 发在国内快手上了 你知道吗 两个小时以后 快手号尾了 整个被屏蔽了 然后没屏蔽之前 我看了下面留言 好家伙 说什么 说他造谣 说你怎么不回来呢 我先说了 妈的人回得去吗 你能让国家撤侨吗 你不撤侨 让人回个屁啊 对不对 这就不说了 全面被封锁了 不相信 额爹怎么能扫射我呢 所以说咱们把话 就拉回来 还说这事 为什么中国人 会觉得惊讶和愤怒呢 很简单 因为虚假的宣传 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 让人们觉得说 你看额爹的军队 一定是对我们 是雨水情 额爹军队 一看中国人 都不用胳膊套红旗 你知道吗 你只要长得像中国人 人家恨不不就跟爷似的 您是我们中国大爷吗 来我扶您过马路吧 笑死了 我讲这故事 我差点没给自己笑叉气了 太好笑了 可能吗 不扯淡的吗 对不对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中国人 尤其中国的宣传 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人生几大错觉 他还爱我 我能反杀 其中就有一个额爹还爱我 其实老毛子专门从古代到今天 一直欺负中国人 对不对 说起这个来了 等会我专门给你们再开一期 今天或者明天 我专门给你们再开一期 因为最近中国国内涌出了一大票的 这种给额爹洗地的视频 从低端的 中端的 高端的 上千万的 上亿的这种大粉丝的 大V的都有 好家伙厉害 所以咱们等会 作为反正闲聊 今天咱们再录一期扯淡的 闲聊的 茶余饭后 您敢进去的话 记得等我下一期视频 好吧 我专门给你们批一期 中国国内现在最火的 这几个为额爹洗地的 就是这种错觉 让很多中国人觉得 俄国人在战场上 应该觉得我们是友军 俄罗斯应该罩着我们 其实呢 屁 所以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不如月人无数 有些人 包括中国的国内宣传 他活在真的是同文层里面 通过这个事 你能看得非常的清晰 他们活在谎言里面 包括今天 刚才有一个人给我留言 说专头 你说德国 我上一期 就是一个鼠式坦克那期 对吧 说德国军费增加了那期 他说你说德国军费增加的少 你说中国的军费多 你这个双标狗 我就给他回了一下 我觉得我回的还蛮经典的 我说是啊 你也不想想 德国人家是 现在是增加 暴增了这么多 1000亿欧元 然后什么 然后人家GDP占比2% 你中国是占比不足2% 可是你中国呢 你中国的人均GDP是多少 在世界名落孙三 可是你在中国的军费开支 是全球的第二大 仅次于美国 还有你还要加上超过军费的 你的一套维稳费用 你的医疗 这个教育 这个公共支出等等 这些东西在全世界都是倒着数的 甚至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占比都比你强 人德国呢 不管是医疗还是教育 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健康福利 哪一个不是在世界先进水平 所以说这个事就是这样 错误的宣传 导致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思想 导致什么呢 错误的结果 我不知道中枪那几个哥们 是躲了 没躲过 还是张开双臂 嗨 恶爹好 我不知道是哪一种 但我希望不会是第二种 对吗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 战争时期 一切的幻想 统统破灭 一切的谎言在真实面前 就像热刀子切黄油 那是摧枯拉朽 如入无人之境 你国内的谎言 说的再多 吹了再多 天天胡一进也好 新闻面播也好 俩人是双广齐下 两手抓 两手丢到硬 给你脑子洗的 跟那个什么似的 那问题是 到了真实世界怎么样 你就要付出代价 所以说 有的时候 砖头就觉得特别的 怎么说呢 别扭 特别别扭 特别的违和感 你说国内 是吧 一直是说 咱们小时候说的教育 让中华民族 立于世界民族之邻 传播中国文化的 这个光辉和 这什么什么呀 那这光辉在哪呢 咱们说眼下吧 眼下是俄乌冲突 根据我收到的消息来看 人家日本被很多中国人痛恨 看不起的日本 人家民间的这些退伍的兵 以前的这个自卫队的士兵 现在有个一两百 有个小一百 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 人家组团跟这个乌克兰 报位了 说我们要去打仗去 我们要去为你们而战去 我们要去乌克兰 帮你们抵抗入侵 所以说锦上添花 它真的不如雪中松滩 更何况中国现在 别说连添花了 不给人家抹黑就不错了 那边中国近邻 你想想人家日本 做完这事情后 这个事情不管是 俄罗斯营还是乌克兰营 在后面 在后期 日本和其他所有 对于乌克兰进行支援的国家 必将在历史上留下 光辉灿烂的一笔 这是民族团结 这是国际友谊等等 不会亏待他们这些赞美之词 中国呢 中国在支持俄罗斯 所以你会看到说 中国想在世界上立足也好 想在社会上 想在世界上 比如说阳兵立腕了 有一个正分正面的评价 都越来越难 对吗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 首先是先别说去给人家把分弄正了吧 形象刷正了 你先从虚幻中抛开 先回归真实 就一个真字 在中国现在就何其难 对不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有的人说话的时候 特别喜欢说 包括有些人演讲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个事情 真的 说了这个事情 让我说 后面记住一定会加上 真的 说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你说你偶尔说一两个语气住词也就算了 有时候我也说 对吧 但问题是有的人演讲的时候 这一段演讲十分钟 他能讲出二十个真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他平时假的讲太多了 对不对 但他那真的 他也是假的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回归真实 回归本源 这是一个中国民族 或者任何一个民族 踏上 别说腾飞了 踏上往上走的路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石 连这一点就做不到的话 就完蛋去吧 别说扫射了 以后人都无视你了 真的是 好了 那今天随便聊两句 咱们就说到这 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两天都是太新闻太沉重了 他们了解有点意思 有点话题的 那大家对于本期话题 有什么观点看法 有的话 欢迎评论区留言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